Hello, 大家好, 我是Weber 今天我又邀請到神還元大師 跟我們一起做這個 焗豬扒飯 美國神還元, 希望跟大家一起用 加拿大買到的食材 簡單方便, 煮出香港人的味道 如果你支持我們繼續出 美國神還元的影片的話 請你like和subscribe我這個channel 以及將我們的影片分享給你身邊的朋友 好, 現在先來製料介紹 製料介紹 這次這個焗豬扒飯總共有三層 材料我們由最低開始數起 最低那層是蛋炒飯 所以我們要預備飯和蛋 第二層是香脆嫩滑的煎豬扒 所以我們有豬扒和蛋 最頂那層是一個叫做麵撈的醬汁 它的主要成份是牛油和麵粉 再加上茄膏和雞湯 它的配料有羅馬番茄 洋蔥 罐頭蘑菇 蒜蓉 菠蘿 芝士 以及最重要的美極 豬扒放大飯 豬扒我們醃的時候 如果你有印象 你吃過一些 好吃的焗豬扒飯 那些豬扒是很軟的 很軟的 小朋友都很喜歡吃的 那怎樣做到它軟和軟呢 其實要剁它 那我想問 這隻是什麼肉 在哪裡買 這隻在超市 它叫做 Pot Non Pot Non 對 那是豬鯉肉 如果是中文的話 鯉? 鯉 即是背脊 哦 豬背脊 豬背脊肉 骨 對 那個背脊骨 OK 去包著那個肉 OK 我們不用特地買過那些 很多釘的鯛 其實用刀背 其實都處理到的 對 就是這樣用刀背 反覆十字 這樣剁它就可以了 一塊豬扒還沒剁前 就是這樣 剁完之後 你看到大約一倍 哇 其實很划算吃很多 鬆了 醃豬扒 最主要有時候 買一些豬 想剁一剁它的豬味 我們都會加一些船頭 一茶匙的酒 一茶匙的豉油 加一茶匙的糖 生粉我給它1.5湯匙 醃的東西我會加一些油 我懶得喜歡一次過加完 有些人喜歡 先拆勻 然後再加油 拆完之後 其實我們就可以將它 冷藏起來 我就會用密實袋 然後再加上它 用密實袋 其實有一個好處 就是 其實你可以將食物 把它壓到最邊位 然後將它裡面的空氣 盡量按出來 如果你想真的 抽到裡面的空氣 其實你可以用光水 然後浸下去 然後壓到空氣 才會再封口 目的就是 讓那些醃料 和豬扒 可以黏住 變成它的食材 它吸收那些醃料的時候 會吸收得更好 預備配料 洋蔥呢 其實最簡單的切法 我們主要想切一粒粒 最簡單的切法 其實你將頭和味 切走它 洋蔥大家知道 一層一層二 撕的時候 你看到第二層 其實都乾乾的 或者它都有點啡色 你可以直接撕第二層 其實更簡單的 開半 這隻洋蔥不是很大 我將它切成三等份 這個尺寸就可以了 好 番茄切的時候 我喜歡就是 在底側 打斜 這樣切下去 然後再在底側 切下去 打斜 那顆底 孤立了它之後 打斜斜地 將它切走 好像一粒粒 三角三角 是最好的 吃下去的時候 有些爆汁的感覺 其實是最好吃的 看不清楚的話 鬆近一點給你看 切到差不多大就行了 之後Daniel說 做個麵撈 什麼是麵撈呢 這是俗稱 其實是用來 讓醬汁 變成立體 變成稠的醬汁 西餐我們會用牛油 我用50克牛油 再加50克 一對一的麵粉 就可以用慢貨 然後把牛油 把牛油拌勻的時候 一邊去攪拌 對 牛油一邊融 然後再拌勻 麵粉 如果你喜歡的話 你可以用打蛋的格子 對 因為不是太多 我寧願勤力攪拌 最重要是攪拌均勻 如果火猛 可以再調小一點 有時候我們出去酒樓 茶餐廳 吃東西的時候 看到那些醬汁 立體 不會一坨 或是滲進意粉 飯那裏 其實它可以幫助 讓醬汁可以放進食物 變得有層次 炒到這樣 其實可以的 對 全部都均勻了 我就可以加茄膏 茄膏就給它一點顏色 還有給它一點番茄味 對 這個步驟 關火就可以了 繼續攪拌 攪拌均勻 攪拌到泥狀 我們就可以下雞湯 現在一直都沒有開火 對,沒有開火 加上雞湯之後 我們攪拌到這樣 就可以把火 它幫助它溶 都是給它一個中小火 最主要是想它溶 用來抹在雞湯 留意其實 現在這個步驟最重要 一路要勤力攪拌 讓它不要起一粒粒 讓它溶 現在炒到這樣 好像芝麻糊 這樣就很漂亮了 如果再煮的時候 它會越來越稠 如果你聞到的話 是有很大的牛油香味 很棒 好,把它炒一碟 我們可以先燒烤的鍋 加少許油 小朋友很怕吃生洋蔥 所以可以一早下 用來起鍋 炒些洋蔥 你會看到它開始散開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加上蕃茄 加少許薄椒粉 黑椒也可以 還有蒜頭 切半杯水 調一調味 我們這個是豉油雞餐 我們要加少許生抽 我們加了蕃茄和茄汁 你要加一些糖 讓它沒有那麼酸 我會加3茶匙 好,要加均勻 把它拌勻 一邊煮,一邊拌勻 醬汁就開始結了 好,還有一件 最重要的醬汁 我們想吃宜士的味道 就是這個美極 我們放10滴 哈哈,這就是什麼都有的麵拌醬汁 煎豬扒 小心油彈 首先把醃好的豬扒 拿出來,燒紅的鍋加油 再蘸all purpose的麵粉 然後蘸蛋 下鍋煎 煎至外面金黃色,裡面熟透 最後我們把豬扒切成一條條 我們吃的時候就更方便了 氣蛋炒飯 像平時炒蛋一樣 我們打蛋,把蛋拌勻 把蛋拌勻 倒進去 你想炒到飯每粒都黏在蛋汁 還有一粒粒分開很乾身 一定要這樣處理 就是場外處理 用手把蛋汁和飯拌勻 拌勻 然後把蛋拌勻 現在我把蛋拌勻和飯拌勻 其實已經拌勻到一粒粒都黏在蛋汁 其實下鍋的時候 我只要鍋夠熱 炒到一段時間的時候 其他粒粒已經很分明 也很乾身 中火 剛才是大火起的 然後加點油 用這層的 湯平 就可以下五碗 其實現在的飯已經鬆了 如果一般傳統的 你想蛋比較香 比較出味 就要下鍋 一茶匙 就要渾乾身 一粒粒就放進去 這樣就可以了 好齊了 預料進去 第一樣 就是鋪排炒飯 你看到已經很乾身 一粒粒就很分明 接著又一個鋪豬排 好 這麼 醬汁 這個立體醬汁 如果請客的話 就可以像我這樣 不要一次蓋上飯蓋上豬扒 看到豬扒看到飯 看到醬汁 看起來會開胃,有層次很多 鋪上芝士 如果你想拉絲的話,就用Mozzarella 如果你想芝士香的話 就用多一點Cheddar 芝士味蟲 我用了Marble 其實它已經有Mozzarella和Cheddar 但我想拉絲效果比較好 我再加一些Mozzarella 分量隨你的喜好 芝士糕 可以再加多一點 這樣就準備好焗 焗爐預熱450度 當OK的時候,焗10分鐘就可以了 10分鐘之後 經典焗豬扒飯 新鮮熱辣辣出爐 哇 這個有三層焗豬扒飯 雙層 黃金芝士 也有拉絲 立體又Juicy 醬汁 保持清爽的番茄、菠蘿、洋蔥 又不會做到樓下的蛋炒粉淋滴滴滴 每一口都給你很豐富的感覺 中間的煎豬扒軟滑軟 又有陣陣的蛋香 還有最下層的乾生蛋炒飯 你細心點看 真的每一粒飯都有蛋包著 這個有三層的焗豬扒飯 你真的可以由一樓吃到三樓 再由三樓吃到一樓 簡直是美國最大的刺激 好,你慢慢看我有毒食先 毒食萬肥 大家看了我們煮菜煮這麼久 不如一齊嘗嘗我們煮的東西有多好吃 我和Daniel將會在12月19日 搞一個冬至聊天試食會 歡迎大家舉手報名來試食 如果你想在冬至跟我們聊天 吃下東西的話 就在下面留言和我們說 我要報名冬至堅計時食會 名額有限 希望到時見到你